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牛说说 昨天看了一个新闻 美官员渲染 中国干预大选 连佩洛西都看不下去了 他们真没有啊 晚上突然想起来 觉得这个新闻 其实你分析分析 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 所以今天咱们做个说说节目 来扒一扒这后面的猫腻 首先看这个新闻 当地时间9号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 在没有任何证据的前提下 就指责中国干预美国大选 像这种事情啊 已经懒得说了 因为美国政客抹黑中国 好像已经成了一种习惯性的操作了 见怪不怪 但是这个新闻 我们值得关注的是 同一天9号 美国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接受采访的时候 对上述说法予以否认 说根本没有这么回事 我们知道啊 美国的民主党的国会和共和党的政府 肯定是不对付 马上临近大选了嘛 但是呢 这两党对于抹黑中国这个选项上 基本上没有太大的矛盾 那为什么这个事情上 美国两党矛盾如此对立呢 所以这一点我们要仔细的分析一下 接着看这个新闻 奥布莱恩是怎么说的 奥布莱恩说 与俄罗斯和伊朗一样 中国也是通过网络钓鱼等手段 攻击我们的选举基础设施 包括选举网站 我们要仔细分析 奥布莱恩所指责中国怎样干一大选的 基本上就能明白他言外之意了 其实他抹黑中国是假 他的真正意图呢 是为了帮助特朗普在11月的大选中 赢得连任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知道啊 特朗普的选民呢 是比较勤奋的 他们愿意走出家门 到选举站去投票 而民主党的选民 很多比较懒 虽然心里边对民主党有好感 但是有一部分人不愿意到 选举站去投票 2016年 希拉里的选民 就支持希拉里的 大家都知道是肯定比支持 特朗普的人要多 但是呢 由于民主党的选民投票率比较低 所以就造成了 特朗普赢得了2016年的总统大选 这一次呢 民主党肯定是吸取了教训啊 就在疫情期间呢 美国现在疫情的确诊人数 已经超过500万了 死亡人数超过15万了 我记得是在5月份左右吧 那个时候美国疫情比较 还是比较严重嘛 民主党就曾经提出了一项建议 说我们的大选可以采用邮件的方式 可以采用网络的方式 让更多的人不用出门 就在家里可以进行投票 当时这个建议就 被共和党的政府啊 言辞拒绝 坚决反对 从这个新闻里边 我们可以看啊 奥布莱恩指出现在我们的选举网站容易受到攻击 那言外之意就是 通过网络 通过邮件这种选举的方式不可靠啊 对吧 它容易干扰我们的选举结果 所以还是鼓励人们到选举站去进行投票选举 至于说人们到了选举站会不会由于人群聚集 被传染上了新冠病毒 那就是 那就不是美国政客所能管的了 对吧 你先把票给投了 然后呢 你明天感染了新冠肺炎 嘎巴 over的 那是你的事 跟我没关系 其实从这个新闻后面 我们一分析啊 就得出了一个结论 抹黑中国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 真实意图 就是为了 让更多的人走出家门到选举站去投票 这个对谁有利呢 肯定对唐托有利啊 所以新闻呢 我们稍微一看 一分析 觉得里边挺有意思 其实还有一个事情啊 跟这个新闻差不多 那就是前两天发生的 美国新一轮的经济刺激计划 谈判彻底破裂了 这个事可能大家都知道 其实新一轮的经济刺激计划呀 共和党政府提出的救济方案是1万亿美元 但是民主党国会提出的救济方案是3.4万亿美元 这中间的差额太大了 按我个人的分析啊 共和党政府提出的1万亿美元还是非常谨慎的 比较务实的 因为这个救济啊 首先是用来救命的 它不是用来改善生活的 而且呢 共和党政府在救济方案里边还提出 把额外增加的失业救济金呢 从600美元减到400美元 其中的一部分还依靠州政府 其实特朗普也不指望州政府 他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能把更多的人呢 赶出家门去工作去 因为 以前美国的失业救济金就有 但是在疫情期间呢 很多人需要救助 于是临时追加了600美元 每周 这造成了一种结果就是很多人在家领着失业救济金呢 他挣的钱比上班还多 所以有一部分人现在虽然强行复工了 但是很多人不愿意出去找工作 现在美国的失业率是多少呢 6月份应该是11.3% 7月份可能是10.6% 这个数据已经相对于疫情的高峰大幅下降了 但是他还是在很高的位置啊 正常的美国失业率应该是在3%左右 当然我们知道失业率 这个数据啊 是能直接影响到总统选举的 所以共和党政府采用这一招 把更多的人能够赶出家门找工作 降低失业率也是情有可原的 另外经济的复苏也需要这么做 但是民主党不同意 民主党直接抛出了3.4万亿的救济方案 就说我们是愿意给你们发钱的 600美元照给 但是你们的总统特朗普不愿意 选民们你们看着办吧 同时呢 民主党的救济方案 还有自己的小算盘 里边有1万亿美元 是拨给受疫情影响比较严重的州的 哪些州受到的影响比较严重呢 肯定是民主党的州占大多数啊 比如说纽约州 纽约州是美国疫情的第一个阵州 州政府呢也花了好多钱 你说应该不应该救助 肯定应该啊 所以民主党 这个小算盘就是借助这一次经济刺激方案 顺便把各州的陈年烂账 能轻一点试一点 对此呢共和党政府肯定是不愿意 于是民主党就提出了一个折冲方案啊 说政府如果愿意提高1万亿美元 我这边可以削减1万亿美元 2万亿美元也行啊 从这个数额中我们就可以看啊 其实美国两党之间的竞争啊 他的地位要高于美国的国家利益 就从民主党提出了3.4万亿美元就可以看出来 摆明了是逼着特朗普犯错 因为刚才我们说了 共和党政府特朗普提出的1万亿美元的刺激方案 说实在话呀 美国的经济完全能够承受 没什么大的影响 但是3.4万亿可就不一样 任何人都知道印钱不是万能的 钱也不是白印的 如果印钱能够解决问题的话 大家都不要劳动了 也不要搞科技创新的 就印钱就完了呗 对吧 1万亿美元对于美国来说就是一个小感冒 10天半个月吃不吃药都能好 但是3.4万亿美元这印出去啊 对美国来说应该是一个重心感冒 外加42度高烧 非得扒腾皮不肯 当然了 3.4万亿也不可能动摇美元的根本 如果说共和党政府被民主党政府逼的 做出了错误的决策 或者说提高救济的金额 就是大范围的开始印钱 或者说提出了一个更激进的方案 毫无疑问都会伤害到美元的信用和美国的经济 从这我们可以看啊 民主党为了党争 只要共和党政府能够在任期之内犯错 至于说美国的国家利益呢 是处在第二位的考虑 那对于共和党政府怎么办呢 特朗普肯定不会上当啊 针对民主党的这些提议啊 不妥协啊 干脆特朗普就直接签发了总统行政命令 来强制推行经济刺激方案 一共有四项方案了 这一下在国内又捅了马蜂窝 这两天闹得不亦乐乎 民主党人说 特朗普你此举涉嫌猥胁 违反美国的宪法 为什么这么说呢 很多人知道总统行政命令啊 这是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利 但是总统行政命令不是乱签的 第一 你签的命令不能有立法的嫌疑 第二呢 你不能与现行的法律法规有明显的砥柱 这个也不行 在传统上啊 这一次特朗普签发的四项总统行政令里边 一项涉及到减税 一项涉及到失业救济金 这是联邦支出 还有涉及到反驱逐令 在美国传统的观念里边啊 法律体系里边 但凡涉及到税和钱 这基本上都是国会的权利啊 美国总统没有这个权利 所以民主党人不愿意 你动用了你不该动的权利 你违反美国宪法 这个事情啊 在国内吵的不亦乐乎 有专家分析 说特朗普此举甚至有可能引起美国的宪政危机啊 通过对以上两个事件的简单分析啊 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这段时间以来 美国国内各种各样的骚操作也挺多的 层出不穷 而且呢 到11月份选举 到现在还有八九十天的时间 在这个时间段里边啊 我个人认为一定还会有一些更加匪夷所思的事情出现 这些事情如果说你觉得看不懂 什么意思啊 这八杆子都打不着啊 看不懂没关系 你就直接往美国11月的大选上面进行联系 基本上都能得出答来 所以说现在美国政府出台的一些操作呀 抹黑中国不是主要的目的 也不是为了美国的利益 更不是为了美国人民 他们的福祉 更加不可能为了世界和平 所有的目的 基本上都是为了美国11月份的大选 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些内容啊 就根据一些新闻进行分析吧 希望能给大家一些新的启示 感谢朋友们收看我的节目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